現在非常多的船隻都有在跟著這個動態 如果發現這周遭有什麼危險 他們都會特意來避開 出海航行密切注意海上動態 中國大陸解放軍4號中午開始 在台灣附近海域進行軍事演習 實際來到東北走外海 似乎能夠感受到緊張氛圍 都取消了 幾乎都取消 因為他們也是會擔心 現在是旅遊旺季 所以針對這一塊的話 我們的影響就真的是蠻大的 暑假民眾搶著參加的水上活動 因為演習取消了不少 船長感受最深刻 而這一次也讓人想到1996年的台海危機 跟這一次大陸軍演範圍比對 東北走的部分更加靠近了 當年就有民眾在富貴角 看到共軍的飛彈踪跡 這一回更加緊張 看看實戰操演範圍 距離三叼角只有19公里 而記者所在的基隆宇一帶 也不到50公里 這範圍已經進入了台灣的12里領海區域 對岸的不曉得應該是艦艇之類的 艦艇 對對對 昨天剛剛臉書看到了 所以確實是他們真的是有船艇出來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才剛離台 大陸動作頻頻 軍事挑釁恐怕也只會越來越多 國軍如何加強應對 還有所有的情勢變化 都值得持續關注 UBS 新聞 劉立成 莊凱玉 黃凱敬 基隆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 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